一个是精品 时尚 另外一个是女性经济 电地的我18年以上的在意 吭枪有力的一席话 霸气鼓舞全体员工 还叮嘱别当一成不变的同业 但回风董事长廖振翰 面对爱妻却是这副模样 给汉城的绕纸楼 紧紧牵着爱妻的手进场 合照时手都勾着不放 间谍情深 异于言表 身为董娘 孙芸芸的祝贺 更说出员工的最大愿望 试一点 然后多分一点 然后就给你很多讲话 今年微风尾压 两天席开150桌 气氛热若 微风南山开幕创下亮眼成績 六正汉阿萨利说年终两个月起跳 颠覆了这个之前 我们以前在做购物的概念 大家其实是想要去吃吃喝喝 然后再顺便逛街 我个人觉得40% 45% 大概这个是黄金比例 廖董同时也对员工喊话 下一步要朝超零售迈进 提出四个S包含快速限量和有竞争力的价格 但最重要的是Super Connect 累积到现在的会员大概50万 从那时候连接到今天的营业额 大概有230亿 支持与顾客连结 最重要更说要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廖正汉霸气宣布 2019是微风超零售元年 能否带动未来百货市场 大家都在看 这趟此分台北报道